在热闹的表演声中 青年有限电视立文门市正式宣告重新开幕 为了提供收视户更优质的服务 青年有限电视立文门市进行全面改装 并且举办重新开幕仪式 依早中佳数位有限公司副总林聪俊也特地南下 和青年有限电视总经理孙国昌 共同率领全体同仁与门市祭拜祈福一同庆贺 那我们在去年整个中佳集团 特别设计了Home Plus TV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配合整个集团这个品牌的设计之后 我们整个在中佳集团 包含在高雄青年跟港都有限电视 所有的门市也配合来重新将门市做一些改装 立文门市经过重新改装之后 除了换上全新的品牌视觉之外 还增加了服务会位 周边也增加产品体验区 让来申请服务项目的民众都觉得焕然一新 比较光亮 比较光亮 我们服务台的下去 不会长的 有比较亮 对 很先进 有就比较清晰 比较亮 比较干净 有整个颜色 然后什么的 然后就是整个格局 不管是在宽屏的体验区 尤其是在数位电视的体验区 我们特别在设计 整个空间的规划设计 让我们的收视户 到立文门市的时候 感觉上整个空间有变增加 不止门市大改装 在重新开幕期间 还推出限量的开幕庆活动 收视户只要在1月25号前 来立文门市申办相关服务项目 就可以拿看片金等好利 那只要来零柜 办理服务的客户 那我们会来 这个赠送客户 一个月的这个看片金 一个月 100块钱的看片金的这个服务 那另外呢 如果用户来申请 这个我们4K基善合的服务的话 我们也会来再加证 一个月的这个服务 免费的先生办 他用不用再说 OK 好好 我等一下再问问看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继去年底新成立男子门市之后 紧接着又将左营立文门市 重新改装开幕 延续青年港都深耕在地的精神 未来也将持续提供 优质的影音和网络服务 以回馈用户朋友们的支持 记者潘之光 磊长邦 高雄报道